本文转自三连节气 I.D.S.L.S.H.J.Q. 抓住传统文化 倡讨生活美食大树 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 汗 烙 风灾也频繁发生 这个节气算得上 24节气中民生多间 最为难熬的时节 当人们在庙里烧浮香求雨 把大树穿运送至码头祭神祈福的时候 内心深处却有着沉重的忧患 浮草为阴雨高温混热大树 一般都在三浮中的中浮阶段 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在1971-2000年 中国地边气候资料中 从30年8月的极端最高气温统计中 可以看到 一部分省区7月的极端最高气温值出现在7月下旬 绝大部分省区8月的极端最高气温值都是出现在8月上旬 7月下旬8月上旬正是大树时节 土缘是绝中国 笔记月令 记载 记下3月 浮草为盈 在大树时节 炼日高温 即便是搬水而生的草木也急以枯倒 倒腹腐烂 而在高温高湿的迹象条件下 粘在草根叶片上的烟火虫乱 完成由卵到幼虫的蜕变 幼虫仿佛是浮草昏化而成 点亮下夜 在酷暑难当的夜晚 这样的误后现象更像是美丽的传说 人们对于高温有一种近似于胆怯的敬畏 从中国三千年计算记录总集记录看 史上最热的夏天出现于乾隆八年 即公元1743年大暑 根据中国计算局国家气候中心股气候研究室主任 气候变化研究首席专家张德尔的研究涣散 一、743年7月25日下午的气温 达到了惊人的44.4度 北京旭东华路 记载 6月秉承7月25日今时微暑 一个微四 倒出了人与高温对峙的惊恐 那是面对老虎吃人般多多直逼的一味 在虎口侠寻找一切活命的机会 图人涉图网高温与干汉是孪生的兄弟 大暑期间的高温少雨 如果在持血干汗期间 更是雪上加霜 小的时候 听老辈人讲大汗的地方 人们走投乌鲁时吃观音吐 乃至于人吃人的事 总以为是一额传额 让人难以置信 直到读到中国自然灾害史 关于丁牧齐荒的记载 才知道确有其事 丁牧齐荒山西受灾作为严重 其中浦州府在旱灾期之后的瘟疫中 人口损失达75%以上 人们纷纷逃离家园 另谋活路 仅在世上大规模的三年天喜潮 走西口和闯关东就出现在这一时期 闯关东剧照 突然斗半人命 如草剑 草木枯稿 命学一线之际 浮草为营的传说 似乎寄托着焦土之上 人们对于生命的渴求 那些在夜空下飞翔的雷若生命 多像是虎口下求生存的黎明苍生 一要消闲 拼了命也要去寻找生命的方向 土轮入狮 与台风台风 大约是天气云图上最美的标志物 这种美总有着深不可测的诡异和魅惑 那些黑蓝白色的台风 有时想告诉旋转的陀螺 不知它要旋转向哪儿 在哪儿停留 又实现激流中的漩涡 不知藏着怎样的黑洞 会裹挟起怎样的惊天骇浪 土人渲途往下秋季节 是一年中 台风最为活跃的时节 第一次感受台风的威力 是在1991年大树即将到来之际 7月的夜晚 湛江天气闷热而潮湿 我和同学忍不住跑到海边去吹风 记得那天晚上天色黑沉 趁着云层里的星月格外的明亮 海面平静的泛着有黑的光 仿佛打了辣的舞场 让人忍不住想写足而下 旋转起舞 可万万没料到 半夜里电闪雷鸣 狂风大作 只听到树穴 沉屁屁啪啪啪的窗户 浅门的撞击声 玻璃落地破碎的声音 树叶咕咕的吼叫声 乒乒旁啪 持血不歇的雨点声 那些奔杂的声音 让人忍不住已经一炸 一夜无明 等到风停雨中 才发现宿舍岸早已狼藉一片 后来才知道 那天晚上 7号台风暗门 也在广东汕头登陆 登陆是中心附近最大风速 达40米每秒风力超过12级 大海如镜 是烟与海底焦跃主大风的前照 图圆设图网 可在观测和预报手段欠缺的时代 东西方对台风的认知和记录 其实是极为有限的 古人对土润入室的细致观察和描述 或者可以理解为是空气中 土壤里富含暖湿水气的结果 那是大树时节 从看不见的海上 随风火鞋而来的巨大水气 它蕴藏的可以是自然外幕生长的水分 也可能孕育着一场灾难性的暴风雨 大雨实行与内涯山洪 每年的7月下旬和8月上旬 是华北地区一年中降雨最多 最集中 气强度最强的时期 以北京为例 1981年至2010年的降水资料统计 7月至8月的降水 超过了全年的一半 其中 7下8上旬20天的平均降雨量 占了全年降雨量的22.6% 是大雨实行的时节 一场暴雨往往带来 触不及防的危机 2012年大暑极致 北京90%以上的行政区域 在7月21日之前 降雨量都超过100毫米 全市平均降雨达190.3毫米 暴雨导致严重的城市内涼 全市受灾人口的190万人 其中79人遇难 经济损失近百亿元 这场灾难让人们意识到 现代城市防御自然灾害的脆弱性 让人们在反思中惊醒 徒原视觉中国而在山区 大雨实行中的墙降水 带来的山洪地质灾害 往往伴随着滑坡 崩塌 逆石流 具有爆发突然 速度快急破坏力强等特别 被山区百姓称为走龙 出交 生命的晚隔 总是太晚 大树之伤 是劫难 更是悲痛 莎士比亚在暴风雨写道 凡是过往 皆为实章 记住过往 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 在自然灾害面前 凡是遇责力 不遇责费 已经类之心执念问题和教训 保护生态环境 提升灾害预警和防御能力 是创造美好势章的真正开始 大家都在看这些读书 夏天会热的你 一事无成 好吃一碗甜酒酿 静着三复天好吃酸辣等走起 只想受一个人的味泪狂欢 泰国少年足球队被困溶洞 第十五天 如何救出成难题派 国被困少年十三人获救 不分国籍的生动 营救西读者口述 这一次 我真的想戒毒 为什么商场和办公室的空调 开得那么萌 你今天假笑了吗 土豪法兰西的春发故事 世界被带给我们的 绝不止如此文章版权规 三连生活周胎和三连节气 所有 欢迎转发到朋友圈 转载请联系后台 点击以下封面图 一件下单靠念力